讓我們繼續上課 這一節課我們來談一下 輕鬆一點嗎?沒問題 輕鬆一點我們來談一下 一個在液態當中 溶液態當中發生的化學反應 你們來猜想想看 有哪一些因素會影響 以水溶液來想的關係 水溶質溶濟溶濟溫度本性 對都有關係 那如果現在是在一個溶液態當中 A跟B的溶質 溶質A跟溶質B要發生反應 那反應會影響到A跟B反應的速率 可能有哪些?溶濟對不對?水 水我們可以把它用微觀的來想啊 你從分子的層級去想像 一杯水裡面有溶質A跟B 那A跟B要預見 先這樣子講好了 我們等一下要跟大家談了 在溶液態當中發生的反應 可以區分成兩大類 一類叫做Diffusion Control 擴散來決定的Diffusion Control 還有另外一種叫做Chemistry 或Chemical Control 聽起來好像有一點懸弧的 模糊 什麼叫做Diffusion Control 那我們現在從比較輕鬆的角度來看 我們現在在講 常常在講兩個人相遇 那之間有沒有Chemistry 兩個人比如說會變成好朋友 或者是男女遇到會變成男女朋友 那之間要有Chemistry 對不對? 啊但是他們在遇到之前呢 他們會不會遇到 也是一個關鍵因素嘛 第一件事情是他們要遇到 那如果他們在譬如說在人潮慢慢 慢慢的人海當中 他們要互相先找到彼此 要先遇到彼此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才是他們之間有沒有Chemistry 對不對? 那也有可能相反的 A跟B兩個可能是水火不容 You hate each other 看到就想要走開的 那如果沒有Chemistry 但是他們想要逃離的時候 在慢慢人海當中 逃離的速度快不快? 也不快啊很慢 所以這可以去想像 其實在榮譽當中的榮記 就是扮演這種慢慢人海的角色 慢慢人海當中 A跟B他們有多快遇到 這是第一件事情 再來第二件事情 A跟B一旦遇到了之後 它會形成AB這種Complex 然後變成產物呢? 還是說AB要迫不及待要分開 但是很不幸的他們 因為周遭有很多的榮記 所以要分開 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好 所以這個榮記 在榮譽態的反應當中 其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好 那我們怎麼去從式子這邊去描述它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講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可以用chemistry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去描述chemistry 其實你也可以用那個人跟人之間的這種相處的哲學 去了解化學 那其實道理是相通的 好 所以我們來談一下diffusion control跟chemistry control 好 所以在一個液態當中進行的反應 你可以把它想成 我們一般在講化學反應的時候 A加B變成C加D 遇到 然後會不會反應 反應變成產物C跟D 但是呢 可能在榮譽當中的反應 可能多了一步 就是A跟B 要互相先遇到 好 遇到之後 它可能會產生一個叫做cage effect 局限效應 cage effect 它會必須要先藉由 再突破重重的這個容積分子 這個人海 然後先遇到 遇到了之後形成一個cage 然後再來決定它會不會發生反應變成C跟D 好 那一樣 我們就這樣子寫 consider consider a mechanism 一個反應機構 是一個反應 去描述一個反應在容積下 容易態下發生的 好 因為剛剛說的那個cage effect 所以這個AB 形成這個AB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這樣子AB的複合物 那有的時候你在一些教科書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資料 你會發現它還有一個特定的名稱叫做遭遇對 encounter pair 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沒有 它是一個複合物 或者是incounter pair incounter就是遇在一起 遇到 遭遇 所以有的會翻成這個遭遇對 一對 一對 A跟B 遇在一起 好 那 一樣啊 A跟B要形成AB 它有它的速率常數 因為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步 對不對 那A跟B 它發現 不合 也會回來 不合 要離開 好 incounter 或者呢 escape 想要逃離 in escape 那 你從這邊就可以看到了 其實像這個incounter 或是escape 其實都只是我們給它的代號 你也可以一樣把它 用我們剛剛的K1 K-1來描述 是一樣的東西 好 那這邊用incounter 只是幫你去 去想像它那個圖像 它是遇到 跟逃離 好 這樣 好 那這個AB 它如果 遇到了之後 有chemistry 好 它 然後它會 會形成產物 好 就reaction 它發生反應了 ok reaction 變成產物 好 所以 一樣嘛 都是 一樣的道理 但是你可以把它apply到很多不同的層面上 那我們一樣可以用 steady state approximation 對不對 因為這邊AB 它也是一個 你也把它看成中間體 對 它不是永遠在那邊的 它要嘛就分開 要嘛就是 結合形成產物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apply s-s approximation 那麼產物的速率 你現在可以閉著眼睛都寫出來了對不對 這是K 我們剛剛的K2現在變成K reaction 其實一樣的東西 K reaction AB 就是中間體 剛剛是用A star 現在是AB 所以剛剛的那個K product 記得怎麼寫的嗎 那如果不記得就再寫一次 就是 如果我們要用SS approximation的話 那表示中間體 它是等於什麼 AB是可以怎麼寫 K encounter 嘛 然後 AB 對不對 然後消耗掉AB的有這兩個 選擇 所以可以是 K escape K 然後呢也可以是reaction 然後因為它是中間體 所以它的濃度變化近似於0 好 所以AB 你可以怎麼描述 你把AB的項都移到這邊來 然後把 把reconstant移到另外一邊 好整理一下 一項整理而已 就這樣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你這個AB 這個是它的 你在steady state的近似情況下 所得到的一個描述方法 那你把它帶回來這個 產物的反應速率 你就可以寫出來 就是這個是AB嘛 帶進去 所以變成什麼 好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如果回顧一下 剛剛的那個A star的情況 我們的那個the product 其實很 描述方法是很像的 他是等於什麼 K1 K2 然後A star 對不對 然後 K-1加上K2 你去 比照一下 它的相似性 其實一樣只是代號不一樣而已 好 所以 一樣我們又要再次來欣賞 這個式子 怎麼去欣賞它 去appreciate它 告訴它背後所呈現的 這個意義 當它逃離的速率 遠大於反應 反應 發生 變成產物的速率的時候 那 它product的反應速率會變成 怎麼描述 當KR 圓小於 KR 就是K reaction 圓小於KESC的時候 那就是 這一步 遠大於它嘛 對不對 這個遠大於這個 那 那這時候這個可以消掉 好 OK 那消掉了之後咧 是不是這一個reaction消掉 消掉了之後 它product變成 是這個表示方式 那這個表示方式裡面 這個ENC跟ESC 兩個相處又變成是什麼 就是第一步的平衡常數嘛 所以變成平衡常數 乘上K reaction A B 好 那所以這一步的話 哪一步是關鍵步驟 第二步 Reaction 也就是說 它們之間有沒有reaction 會不會發生reaction 這個是比較關鍵的 遇不遇到那個是其次 好 那 所以 以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reaction 這個是rate determining step 那這個叫做chemical control chemistry control 化學的 它是由它之間有沒有化學來決定的 好 那 第二種情況 反過來 這是第一種情境 那這時候product它的反應速率變成什麼 K R 遠大於它的時候 那變成這一步 這一個term ESC可以消掉了 如果 如果 K reaction 遠大於 KESC的時候 這一個 因為這個遠大於它嘛 所以這個可以忽略 那這個忽略了之後呢 這邊 RR又可以消掉 對不對 看清楚了齁 就是reaction這個遠大於 這一個 這一個 遠大於這一個 這個K的時候 這一個可以忽略 那這一個 一旦忽略了之後 它這邊的KR 跟下面的KR 就又可以消掉 消掉了之後 變成是 K ENC A B 好 那從這邊 你可以看得出來 一些端倪嗎 哪一步是決定步驟 第一步 encounter A跟B的 預見 是速率決定步驟 速率決定步驟 所以這一步 他們 要不要預見 跟什麼有關係 就跟 它周邊的慢慢人海 它的那個 溶劑分子有關係 那他們要預見的話 一定是什麼 在慢慢的人海當中 經由擴散 它可能 剛好有機會遇到 遇到了之後 就會發生反應 就會發生反應 所以決定 他們會不會發生反應的是 第一步 這個預見的步驟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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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好,所以这一步Diffusion Control的话 反应速率是决定在A跟B 经过溶剂,在这溶剂之间 它多快经由扩散能够预在一起 这个叫做Diffusion Control 所以这样你们对人世间的这个道理 有没有更加这个,更深的体悟 好,其实在溶剂当中发生的化学反应 远比我们现在讲的要复杂 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那有的时候,Diffusion Control 就是,the reaction rate is controlled by how fast A and B encounter through Diffusion 透过,透过扩散 第一个 第一个 不不不不 写太快了 熊哥 好,所以在溶剂当中 溶液态当中发生的化学反应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它是A跟B本身的化学 本身的chemistry 来决定这个反应的反应速率呢 还是由于扩散 由于溶剂分子的影响 然后它们扩散的速率 来影响它们的化学反应速率 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其他还有哪一些因素 比如说有的时候电解值 如果它是电解值 它是带电的粒子的时候 它带电 它带正一架带负一架 带正二负二 这个也会去影响到它的反应速率 好,然后还有哪一些 PH值 PH值有的时候也会影响 那目前有一些科学家 他们开始在探讨水核结构 水核 hydration 什么叫水核 从围观的角度看的话 就是A这个分子 它周遭被 我们平常从宏观的情况下看的话 反正A就是在一团水里面嘛 但是你如果从更围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周遭是由很多的水分子 去把它围起来 围起来的 这种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叫做 micro-hydrated structure 围水核结构 就是你从围观的角度 就是你从围观的角度 B可能也有它特定的第一层水 它也有它的水核结构 那A跟B要遇到的话 它还必须要克服溶质跟溶剂之间的作用力 它要把它溶质溶剂之间的作用力拉开 B也必须要把它跟溶剂之间的作用力拉开 拉开了之后A跟B才能够遇在一起 这时候你才能再继续讨论溶质A跟溶质B之间的作用力 所以我们以前应该有学过理想溶液 对不对 理想溶液是什么状况 A跟A之间的作用力 跟B跟B之间的作用力 跟A跟B之间的作用力 如果是相等的 那你把它溶进去之后 它没有热量的变化的时候 那种叫做理想溶液 对不对 那大部分的情况下 可能一个溶液的形成 它会有热量的变化 它可能是一个吸热反应 可能是一个放热反应 所以大部分情况的溶液 它是非理想的溶液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去讨论 A跟水之间 B跟水之间的作用力 还有A跟B之间的作用力 这大家互相在较劲的批 可以拿一个力 比较吸引力比较强 如果A跟B之间的chemistry 太强的时候 它一定会排除万难 把A跟水之间的作用力拉开 然后去跟A跟B去结合 然后在最后再导致产物 好 好这个是容易的部分 容易的话就先跟大家 轻松的讲到这边 所以在自然界当中 发生的反应 可能是在气态 可能是在液态 它也可能是在固态 有的时候是在气态跟固态的表面上面发生 有的时候是在固态跟液态的表面发生 它有可能是在不同的状态 所以还有另外一类很重要的化学反应 也要去考虑的就是在固态上面发生的 在固态的时候发生的化学反应 那固态上面的反应要注意哪些 固态的reaction常常会去讨论到的是 催化反应催化 或者是固态常常 它跟它的反应是发生在固态的表面上 跟气态的界面之间 界面上 好 那我们还有20分钟 好啦 先问几个问题好了 好 那在一个固态上面发生的化学反应 有哪一些因素会去影响摩擦力 那是物理 你要去移动一个物质 你需要克服近摩擦力 对不对 还有动摩擦力 但是这个跟化学反应还没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跟哪些因素有关 表面积要有接触嘛 对不对 有接触 nomo什么 nomo force force 跟表面的本性有没有关 跟本性一定有关嘛 对不对 他跟他在周遭他周边的环境有没有关 比如说他周边的温度 周边的压力 因为为什么会跟周边压力有关 就是跟碰撞有关 你从围观的角度看的话 一个表面 那他的压力 周边的压力其实就代表了 他这个表面上有多少的气体分子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有一些 会跟这个表面发生反应的气体分子的话 那一定会影响到这个化学反应 那所以还跟什么关 除了跟表面有关之外 就另外一个主角啊 另外一个反应物 要跟这个表面发生反应的物种 对不对 也有关 好 好 所以 你一样 一个 一个在固态上面发生的 的化学反应 好 solid surface 跟表面 你可以怎么写 一样啊 a 加s 我们现在反应物 a 这个s代表的是surface 表面 或者是substrate substrate 就是a 他跟这个substrate 这个介质 发生反应 然后呢 他一样也会形成一个complex 就是as 那as再到最终的产物 好 所以其实都一样 道理是相同的 事件的万物的道理一样 只是你用不同的符号 表示它是一个不同的过程 那为什么我现在用ka跟kd ka跟kd又是哪来的 a跟s 这是一个表面嘛 然后a 它要跟这个表面上的分子发生反应变成产物的话 它必须要先有一个什么 物理的过程 叫什么 碰撞 不对啊 不是碰撞 碰撞它会彈开 吸附 吸附 好 它要先吸附上去 然后a跟s先靠得足够进 好 所以第一个过程叫做absorption absorption 吸附 好 那第一是什么 absorption的相反是什么 拖撞 托付 disorption 对了 嗯 很好 好 这个一个叫吸附 一个叫托付 托付就是你开门吗 escape 托付 disorption 那所以我们就用a跟b来分别代表吸附的过程跟托付的过程 然后吸附形成这样子一个复合物 就是反应中间体它有可能再继续接下来的化学反应产生强益 好 那affector哪一些因素会影响 nature of surface nature 就是s它的本性 还有identity of a 然后它的ambient condition 比如说温度 比如说压力 好 好 吸附哦 有两种 哪两种 吸附有两种 有物理性的吸附 人化学性的吸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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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度 那物理性吸附跟化学性吸附差在哪 物理性的吸附跟化学性的吸附差在哪里 对 强度 什么样的强度 分子间的作用力的强度 所以物理性的吸附 它可能通常是借由凡德网作用力 或者是轻鉴 或者是分子间的作用力 好 那如果是化学性的吸附的呢 它有可能真的形成化学见解 好 有怎样的情况 那你可以用 未能图来描述的话 fan 第三个字键 第三个字键 好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未能图 来描述物理性吸附 跟化学性吸附之间的差别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想 这个横轴是A跟S之间的距离 那当距离无穷远的时候 当然就没有什么作用力嘛 对不对 当它A跟S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呢 你看它往下 往下表示什么意思 它放出的那样变得比较稳定 所以两个A跟S之间应该是很作用力的 但是物理性 你猜一下哪一个是物理性吸附 还是化学性吸附 如果这个是A这个是B的话 哪一条线代表的是物理性吸附 A的话 好 大家都是金银 化学系的精英对 好 A 为什么呢 你看它这个 它会往下走表示它有作用力 但是它这个颈是比较浅的 比较shallow 它表示的是它之间 A跟S之间的作用力是比较弱的 而且你如果去注意 不光是这个它的深度 还有它最低点的距离的话 最低点的距离 它是不是在比较外边 在比较外边 就是它可能开始靠近到相当一个程度 它就会先发生物理性吸附 但是如果在更靠近的时候 它可能是形成化学性 化学性的吸附 它的那个A跟B之间的距离会更紧密 它可能形成化学界的 那既然是形成了化学界 它这个放出的能量会更大 所以像这个是Vanderwall 繁德瓦蜜 然后这个Chemical Bounding 化学见解 好 好那吸附我们怎么去定量的描述 比如说A 它现在要吸附在S的这个表面上 我们怎么去定量的描述 有多少A它吸附到S上面 有没有听过覆盖率 不是手机的那个覆盖率 有电子波覆盖率 覆盖率 Coverage 我们去定量的去描述 有多少的A 覆盖在 吸附在S的表面上 有一个特定的物理性质 叫做Coverage Coverage通常用Ceta来表示 是 好Ceta上面呢 它的定义 就是S0 在还没有被A覆盖 还没有A过来吸附之前 它有总共有多少个可吸附的位点 分支有多少的S被Occupy了 被A占领了 被A吸附了 那就是AAS的浓度 好所以S0是Available的BindingSign 好那A跟S它们也会有一个达到平衡嘛 对不对 你看Ka跟Kd 所以Ka除以Kd就是一个 A要吸附在S表面的平衡常数 所以其实你可以这样子表示 为什么可以这样表示 S本来是S0 但是呢 你去看 如果本来这边是A 然后呢 这边被反映过去 那如果一开始是S0 然后看这边减A好了 这边减A 这边变成AAS 那你如果用覆盖率这个来表示的话 你就都除以S0 那就是看有多少百分比被覆盖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 这边一开始是E 那覆盖率呢 如果是θ的 表示这边是E-θ 对不对 然后这边过去的是Ka 回来的是Kd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子一个试试 所以你可以把它移向整理下 θ除以1-θ 等于Ka Kd A的浓度 那这个Ka除以Kd 其实就是C负的平衡常数 这个是在讨论表面化学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式 就是你的覆盖率跟平衡常数 还有你的那个 要跟表面反映的那个物种 它的浓度 这之间的关系式 这边还可以再继续衍生出很多的东西来 像变魔术一样 好啦 所以这边是那个入门的 液态的反应跟固态的反应的基本概念